終於可以吃海鮮了 期待超久的 蟹黃和蟹膏融合在醬汁裡 店家會附上 烤過的法國麵包 讓我們可以沾上醬汁 一起食用 吃起來是酸甜微辣 一口接一口 好清涼喔 它這個是整個芋頭 在裡面的感覺 然後那個口感是很綿密 很細緻的 對 好多種類的海鮮喔 這個要怎麼挑 小鈺喔 你今天想吃什麼 兵哥 還好你及時出現來救我了 一進門先選自己想吃的食材 以及喜歡的料理方式 老闆會馬上秤給你看 報價給你 讓你可以放心的點下去 給你新鮮好實在 終於可以吃海鮮了 我期待超久的 兵哥第一道 問我介紹什麼 今天第一道幫你準備的 就是本地的海蝦 海蝦 我們叫它紅蝦 很多客人稱之為甜蝦 就跟日本的甜蝦 那個杏子是一樣的 所以它吃起來是很甜的嗎 很甜… 肉比較鬆軟一點 這是我們這邊 東海岸這邊比較特色的海蝦 而且它吃起來 這個肉質很細耶 但它的那個細 不會讓你覺得 一咬下去就化開 不是 它是細 但是它吃起來是嫩的 而且它吃起來是 你說它的那個甜度 所以它已經是淡淡那種 清甜的味道 對… 這烤中捲也是超Q彈的 很新鮮的甜味 是來到漁港才吃得到的 新鮮海味喔 清潮的野生蝦子 烤得恰到好處的中捲 簡單吃原味 好像剛從海裡撈出來的樣子 彈牙又鮮美喔 至於剛才的螃蟹 老闆推薦我們做泰式辣椒蟹 大澳飽滿的蟹肉 鮮甜軟嫩 蟹黃和蟹膏融合在醬汁裡 店家會附上烤過的法國麵包喔 是讓我們可以沾上醬汁 一起食用 吃起來是酸甜微辣 一口接一口 它上面滿滿的都是蝦棉 叫櫻花蝦 在台灣大家的主觀裡面 都覺得說櫻花蝦是產在屏東 對 其實在我們宜蘭大西漁港這邊 每年這個季節就是櫻花蝦的產季 而且我們的產量絕對 產量跟品質就絕對都比屏東還要好 而且其實光這個色澤 真的就不得了了 好鮮紅喔 來到蘇澳 曼波魚也很值得品嘗 曼波魚又稱翻車魚 它還有豐富的膠原蛋白 低熱量沒有膽固醇 是女性養顏美容的盛品喔 這道蒜炒曼波魚 魚肉吃起來Q彈滑口 有脆度 而且沒有腥味 也是很有特色的料理 稀乳肉 好 我剛剛看到我們那個 介紹一大盆式飯品 我們來看一下稀乳肉 到底是長怎樣 好了 來… 也太大多 它的打底是用白菜跟蟹肉 白菜蟹肉棒 蛋酥 還有肉絲 香菇 很多種料下去煮的 這些滷肉是宜蘭的名菜 但是它可不是滷肉喔 裡面有白菜蟹腿肉 魚皮 蝦仁 香菇 赤肉燉煮而成 最後在上面撒上蛋酥和香菜 宜蘭商親們在喜宴上的菜色 可是少不了它喔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鮮魚 這次我剛剛有指定的 就剛剛你挑的那一條魚 鮮魚 是 好美美的感覺喔 這一條魚 你不要看它烏漆罵黑的喔 這一條魚是在我們這邊算是 可以非常高級的魚了 怎麼說 它的名稱叫做黑猴 黑猴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賓哥的用心 就是把很新鮮的漁獲 然後分享給大家 同時請大家來 不要擔心喔 來到這邊呢 真的是料多實在 快速點菜 快速上菜 所有人明快的個性 在這裡展露無遺 他們實實在在 真心誠意對待每一位客人 讓每一個人都能吃到新鮮海味 老闆 有沒有什麼推薦的冰品 好多種類喔 有啊 我們的口味就是這麼多 有推薦芋頭跟梨 冰來了 你的冰來了 謝謝老闆 這個好大喔 這個是蚵仔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蜜餅 就是蜜餅 蜜餅冰的意思 我們來吃一下招牌 這個蚵仔 好濃郁喔 因為我們一般吃蚵仔冰 可能就是淡淡的芋頭香 可是它這個是 整個芋頭在裡面的感覺 然後那個口感是很綿密 很細緻的 對 因為傳統的冰 我們用料就是比較實在 就是用蒸的芋頭 下去做這樣子 所以它的口感 口感會比較濃郁一點 這芋頭冰吃得到芋頭顆粒喔 搭配華生的冰淇淋 好像在吃芋頭牛奶喔 他們的百香果冰 也是用新鮮百香果 下去製作的 清新的百香果冰融在口中 透著自然的甜味 涼快啊 然後我剛剛看 這上面有綠色 然後還有這個 比較大的顆粒 這個也都是蜜餡嗎 對 都是蜜餡 就是那個 它是青梨子跟昂霸粒這樣子 有兩種 我沒有吃過這種冰耶 這個是本來 這邊道地的那種古早冰嗎 對…就是綿綿冰 它口感比較明顯 綿綿密密的這樣子 好清涼喔 而且那個蜜餡是一整顆的 就碎碎一顆一顆在裡面 所以還吃得到那個蜜餡 有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很好吃 宜蘭名產裡 蜜餡也佔有一席之地 店家善用的在地特產 做出的麗鏡冰 冰的部分是甜的冰沙 類似綿綿冰 搭配鹹酸甜的蜜餡 也是受到廣大顧客的喜愛喔 是這裡的前三名 老闆就是我們知道這邊 已經是在地的老字號 已經開了一甲子多了 你是第幾代了 我就是第三代 第三代了 所以是從阿嬤那個時期 開始做的嗎 就是我阿公開始做的 阿公開始做了 所以在這邊 一開始就在這邊做了嗎 一開始是我們這邊舊店做 在我們舊的地方做 最近幾年才搬店面搬過來 這邊做這樣 為什麼老闆也會想要繼續 就是把這個冰品業 就是把它接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家 自己的家族事業 因為再來如果沒有做 就沒有人做了 等於就是要關掉了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繼續 維持這家店這樣子 好像回到鄉下老家的感覺喔 這間餐廳的老闆 將老屋改造成為了簡餐店 希望來到這邊的旅人呢 可以感受到老所有的家商位喔 這間60多年的兩層樓房 外面還有個 用紅磚圍成的小院子 地上畫著可愛的跳房子 鐵捲門也漆成 綠色油桶的俏皮模樣 物況大門上 大紅色的春蓮和窗花 門口還擺上兩張古董椅 雙建築物復古又同去 哈囉 歡迎收到 哈囉 嗨 嗨 小燕 你這間老闆好有味道 那魏佑先生我發現這邊 老屋裡面是不是還有 一些南方偶的特色呢 對 它除了保留 當時南方偶的生活的 一個小龍井 那其實它還有附有很多 我們講的 閩南人的建築的風格在裡面 因為儀婆本身 它是比較賭信一些 宗教跟風水 那屋獨有裡面 你可以待會兒可以上去看 有很多東西都附有一些小巧思 還有一些他們 因為早期他們是 全家是從事造船業 所以有很多造船的一些構思 跟一些概念在這間房子裡面 你都可以好好品味一下 店內大量保存了 原來民宅的屋況 一格一格和早期郵輪 一樣的天花板 老吊燈 黑膠唱片 漁船上的老打字機 古董櫥櫃 電視機 都被完整的保存 像在地上 綠白相間的絕版地磚上 好像踏上時光機 回到漁業發達的年代 那維尤神 第一道菜我們介紹 是什麼呢 避風糖炒蝦 避風糖炒蝦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真的很好吃 這道菜其實 為什麼叫避風糖炒蝦 其實它出來源自於香港 但它其實這道菜最主要是 講究的是它多層次的口感 這避風糖炒蝦 是嚴選口感鮮嫩的白秋蝦 先經過快速油炸 再用炒鍋 以獨家鹽酥配方快炒而成 就算它的香氣撲鼻 吃起來鹹香鹹香 再加上新鮮辣椒 真夠帶勁 越嚼越香 Willさん 聽說你們這裡還有一道 是媽媽的經典之作 對 是什麼 是我們的瑤醬做的料理 瑤醬 來 小助手已經端上來了 它好豐富的顏色 很亮耶 對 咬醬雞排呢 你可以先吃一口看看 嚐它的口感 是不是酸中又帶點辣 又有點微微甜甜的感覺 嗯 很類似泰式的醬料 對 還是不好意思 它這是我們道地的 自己做的醬料 自己做的嗎 對 對 那這個算是冷醬 冷醬的意思就是冷漬 冷漬像調配的醬料 大概裡面會有辣椒啦 蒜頭啦 特別像魚露 所以你會感覺上好像有點泰式的感覺 不過我們採用的是台灣的魚露 所以味道跟泰國比起來 還是有一點稍微不同 所以瑤醬其實把很多元素融合在一起 變成這個有點微酸 然後又有點微辣的那個很多層次的口感 對 炸得酥香的雞排 淋上大廚20年來的獨門醬汁 看這醬汁與雞排的完美結合 又是一道白飯的好朋友 除了上面兩道料理之外呢 宮保雞丁餐也是很受歡迎的餐點 雞丁的肉質相當鮮嫩 微甜的醬汁包裹著雞丁 再配上粒粒分明的白飯 整個味覺就是享受啊 青魚是南方澳最重要的漁獲 點上一套青魚餐 就可以吃到這南方澳最道地的料理 採用先烤後煎的方式 把青魚處理得皮酥肉嫩 蘇阿媽媽烹煮的料理果然最道地啊 蘇澳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觀光資源 那就是冷泉 在全世界啊 除了義大利 威尼斯有冷泉之外 再來就是台灣的蘇澳了 蘇澳豐沛的魚量 再加上能大量產生二氧化碳的岩層 造就了蘇澳特有的冷泉景觀 蘇澳冷泉全質清澈 可飲可遇 還有美容效果 蘇澳鎮公所更規劃建造冷泉公園 希望大家能輕鬆享受冷泉的冰涼 看大家沒開眼笑 就知道有多羞暑了